主,我们实在是在祷告的时候,往往都感到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们愿意向门徒问主耶稣基督的那样,我们来求问你,请你教导我们有何祷告 而你也确实地在你的话语里面,你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祷告的教导 主,让我们敞开心扉,来好好的学习,到底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怎样的原则 我们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手中 愿意你都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 让我们渴望有更多的祷告,渴望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在祷告当中,我们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所更新 我们这样简单的祈求,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的,我先将我今晚的这个内容分享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们今天会来看贴撒罗那些后书的一章,一到十二节 所以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拿开你的圣经,但也可以看着就是share screen上面的你看到的那些内容 今天我们会来学习保罗的祷告的框架,用的就是这段经文 我先来读一读,在我读的时候,大家留意经文 有什么是关于祷告的,你可以有什么学习到的,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好,那我先来读 帖撒罗那些后书,一章一节 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那些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会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一的 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仁耐和信心 这正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将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我们对你们做了见证,你们也信了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锁门的招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都造成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接下来两个礼拜,今晚以及下个星期三 我们都会用这段经文来学习保罗的祷告 今晚我们会先来学习保罗祷告的框架 而下个礼拜我们会具体的来看保罗祷告的内容 框架是一章三道十节,整道框架 内容是一章十一道十二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先是建构了一个框架 然后才开始祈求 而他的祈求是从十一节开始的 我们看看十一节怎么说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然后下面讲的就是祷告 你看到我在括号里面有写着 因此这两个字NIV是怎么翻译的 NIV的翻译是 with this in mind 那我们很自然就会问 what is this 这个this是什么 with what in mind 或者我们也可以将中文 因此这两个字来做一个分析 因此的此是什么 那这是天上罗罗尼加后书的这封书信 刚刚的开头 所以这里的词,这里的this 只能是哪些部分 前面的部分 只能是一章十一节之前的那一段经文 特别是第三节到第十节 也就是这一封书信的感恩的部分 因此这两个字说明 三到十节的感恩的部分 这一段感恩的部分 是十一到十二节 这一段祷告的部分 的一个预设的前提 换句话来说 三章十一节为我们提供的保罗祷告的时候 他的那种思想的框架在他的脑海里面 这个框架大体上控制了保罗下面的祷告的内容 以及他祷告的原因 我们今天不会非常详细的分析 三到十节的每一节经文 但是我们可以先暂停一下看看这段经文 看看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在三节到十节 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 保罗是对恩典的记号表示感恩 特别留意第三节 第四节 弟兄们 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这本事合一的 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 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在那个控制保罗祷告的思想框架里面 这里我们看到感恩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组成的部分 这两家经文我们看到 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是 你看到保罗是为了哪一些事情而感恩 三到四节 保罗为了哪一些事情而感恩 或者我们在进入看保罗的感恩事项之前 我们先反思一下 我们自己一般会为了什么事情而感恩 刚刚如果你吃饭有感恩的习惯 可能刚刚在你享受美食之前 我们会感恩 有时候当我们的工资得到提升的时候 我们会感恩 当我们买到房子之后 租进去的第一个晚上 我们会感恩 当我们买了车子 当你发动你的汽车 响起来的那一刻 你会感恩 又或者你开车 上高速 你的轮胎爆了 但是最后你平安无事的回到家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恩 当我们的身体 从患病当中康复的时候 我们会感恩 当我们看到某个人信主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出感恩 在这些的感恩的事项当中 可能大体而言 我们的感恩 似乎比较多是跟我们在物质上的富裕 跟舒适连在一起的 你的工资上涨的那种感恩 心中的感恩 可能会比你听说到某某人信主的那种感恩 更多也说不定 从那些我们最常被持祷告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 最看重的东西 所以这种什么 我们可以反思一下 如果我们大部分的感恩 都是因为物质上的丰盛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我们相对的来说 我们非常看重的是什么 非常看重的可能就是物质上的丰盛 有一个人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要分辨什么是你心中最隐悔的 不容易察觉的偶像 那就是看你最常为什么事情感恩 有可能会帮助你看到你心中 你不察觉 但是一直存在的偶像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都习惯为物质性的东西去感恩 我们再来看保罗的感恩 你可能就会被吓一跳 保罗的感恩 读下去跟我们平时的感恩非常的不同 我们可能感觉有点疏远 因为他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珍惜的那些事物上 保罗他为了什么而感恩 他为了信徒中间有恩典的记号和感恩 哪一些恩典的记号呢 第一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为了信徒信心的成长和感恩 第三节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一的 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他讲到了信心的问题 这里讲的信心不是说他们的信主 而是他们信主之后一直的信靠神 所以叫做信心增长 信心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有中心的意思在里面 我们想一想信心 想一想忠心 其实这两个词它的意思相差不远 对主和福音的忠心 跟我们对主跟福音的信心是成正比的 你越相信你就越忠心 我们说信心自生出信赖自生出忠心 天下罗尼加教会的这些信徒 他们在信心上挣扎 他们并没有停留在昨天的状态 他们并没有满足于昨天的状态 他们是寻求属灵上的成长和成熟 而保罗为此而感人 这是第一个信心的记号 恩典的记号 保罗看到了他就感人 第二我们看到保罗 第二我们看到保罗是为信徒爱心的增长而感人 这是第二个恩典的记号 弟兄们 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一的同一句经文 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这里的爱心 你看到他讲的是彼此相爱的 他并没有直接说他们对神的爱增长 而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一种爱 而且保罗这里讲的爱不仅是一种情感 好像刚刚主要崇拜武长老讲到有很多 那个世俗对爱的一些错误的看法 有人说爱是一种情感 爱是一种浪漫 但是这里看到圣经里面讲的爱不仅仅是情感 而是一种有行动有实践的爱 如果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在成长 那证明什么 耶稣基督怎么说 众人别人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什么 就证明什么 神在你们当中 是就证明神在你们当中 就证明你们真的是耶稣的门徒 因为彼此相爱本来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 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团体 那些的团体他们可能有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目标 这些社会上的团体他们非常的容易培养出爱 而且他们的联合性是非常的强的 但是教会跟世上的团体有点不同 在这个教会里面 唯一将大家连在一起的 不是爱好 不是理想 不是一些 世上的目标 将大家连在一起的是 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忠诚 以及献身 将我们连在一起 所以假如一个教会的成员 他们之间充满了愤怒 愤怒 苦毒 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发生 原因在于哪里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各自将 我们对基督的忠诚 放在最主要的位置 假如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忠于基督 我们都把这种忠诚看为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 也会相对的来说 会增长 如果我们看中的是社会地位的合一 我跟你必须有相同的社会地位 经济水平的合一 我们必须差不多的那个收入 或者政治立场的合一 如果我们将这些看作是合一的基础 而不是对耶稣基督的忠诚 那么教会里面分裂 以及彼此攻击的事情就会发生 反过来 如果基督徒 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在增长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一个解释 那就是他们被基督的爱 所充满 因此他们用爱来回应基督 而他们所爱的那个基督 就吩咐他们怎么样 彼此相爱 爱充满我们 我们用爱来回应 而我们来回应的时候 耶稣基督又吩咐我们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就越发的彼此相爱 在保罗写信给 帖撒罗雷在教会的时候 他听到他们爱心增长报告 他就发出了感恩 因为他知道这是什么在工作 这是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的 那个凭证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 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 所以保罗第二个为恩典的记号的祷告 就是他们的爱心的增长 第三 保罗为他们在患难中坚韧而感恩 看看第四节怎么说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面 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 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值得留意的是 你看到保罗的感恩 他是不是一个私下的感恩 看看他怎么说 他在哪里夸口 他是公开的感恩 他是在神的教会里面为他们夸口 这个夸口不是夸口自己 不是说我保罗做的事情 非常的了不起 你看他们信心增长都是归功于我 不是这样子的 保罗的夸口 永远都是指着神来夸口 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工作 所以整一段经文上面 我们看到他感谢的是谁 感谢的对象也是神 保罗是要其他的信徒 看到贴撒罗尼加的教会 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所施行的恩典 他们能够承受迫害所带来的压力 这就是神恩典的一个见证 恩典的一个记号 也成为了其他信徒的法要 这里恩典 坚忍这个恩典的记号 跟我们刚刚所说的信心爱心有什么关系 我这里给出大家一个这样一个逻辑的关系 信心加上爱心等于坚忍 是他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增长 让他们在属灵上有足够的坚强 来面对逼迫 来面对患难 这样子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 为哪些事情而感恩 他为恩典的记号和感恩 哪三个恩典的记号 第一信心 第二爱心 第三什么 这三个恩典的记号 那来到我们身上 我们又该为了什么而感恩 先来思想一下我们的目光 看两节的经文 各罗西书三章一节 看看保罗怎么劝勉我们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哪里的事 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看到保罗他叫我们 将我们的心放在上面的事 天上的事 看另一节经文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我问一下大家 什么是财宝 对个人而言 什么是你的财宝 你的宝贝不一定是我的宝贝 是不是 那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那个人成为你的宝贝 的原因是什么 你对他的态度怎么样 我们可以说财宝 就是我们所珍惜的事情 我们所珍惜的事情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所珍惜的事情 是属于天上的范畴 在天上的 那我们的心在哪里 也在天上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如果我们所珍惜的事情 是属于地上的范畴的 那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心就在地上 还记得呢 大半年 上一年呢 不止 上一年 我们在主义学的时候 曾经有讲到心 这个东西 我们曾经将心 比喻成财宝箱 还记得这个比喻吗 财宝箱是什么意思 是你把你非常重要的东西 放在里面 什么放在你的心里面 那个财宝箱里面 那个就是你非常看重的 当你得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开心 当你失去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伤心 当别人想要拿走你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愤怒 我们所有的情绪 都是跟我们心中的 那个财宝箱有关 经常我们需要去检视一下 我的财宝箱 我的心里面 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 是属于天上的东西 还是属于地上的东西 这样的一种思想 对我们的祷告 有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的祷告 有跟保罗 差不多一个思想的框架 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 弟兄姊妹的身上寻找什么 保罗寻找什么 他为什么祷告 恩典的记号祷告 所以我们也会去看 我身边的弟兄姊妹 我看到了什么恩典的记号 我看到了我就为之而感谢神 保罗他不是先看看信徒们有什么增长和收获 然后根据他们的收获发出相应的感恩 比如说如果信徒们有金钱上的增长 保罗看到了 他也不会认为说 这个东西值得他感恩 他也不会把我为你们金钱的增长和感谢神 你要将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面 他不是看到有什么增长 就为那个增长和感恩 保罗的感恩是这样子的 在他感恩之前 他本身就已经有一个价值观的框架 那个框架引导他去判断 什么是有价值的 什么是没有价值的 什么是值得感恩的 什么是不太值得感恩的 而当信徒所得到的那些东西 符合这个价值的框架的时候 他才会由衷的发出感恩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 是他的思想框架决定了他的感恩祷告 不是世上发生的事情 决定了他为什么为哪些事情祷告 而是他的思想框架 他看到符合的时候他才感恩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主日学 这个不是主日学 这个礼拜三的学习 我们要来学习保罗的祷告 如果我们要效法保罗的祷告 首先最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先有什么 同样的什么 思想的框架 同样的价值观的框架 不然的话你学不到保罗的祷告 现在你可以回想一下 这种影片你回想一下 你最近的祷告 你有没有为弟兄姊妹身上 有恩典的记号和感恩 你有没有察觉到他们身上 有一些证据显示他们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更加的效法基督 比如说在信心 在爱心 在忍耐上他们有增长 你看到了你感恩 你赞美神 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些东西 这是第一个特性 已经忘记了第一个特性是什么了 我们看看 第一个大的特性 对恩典的记号表示感恩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的特性 第二个大的特性 保罗的祷告里面 他的感恩里面 他是有信心的展望 将来的辩护 当我说辩护的时候 我指的是vindication 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第五节 他怎么说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而受苦 保罗的意思是说 信徒们在试炼之下 你能够忠心 那就成为了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而有这个明证的结果就是 你们可算是配得神的国 保罗的意思 这里不是说信徒的奸人 为他们赚得了进入天国的那个权利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他们的奸人展示出 他们有进天国的权利 或者说奸人是他们有特权 进入天国的一个证据 这是保罗的意思 这是在他们信主之后 保罗解释 他解释什么 他解释真信徒 必定会相信到底 这就是奸人的意思 而这样的假设是符合圣经的 都在我这里放上去的经文都看到 马太福音24章13节 看看红色的那些字 唯有忍耐到底 奸人必定得救 真信徒是忍耐到底 约翰福音8章13节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常常表达的也是一种奸人到底 西伯来书3章14节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分了 约翰一书2章18节 讲到的是敌基督的事情 小子们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说 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因为如果他们是属我们的 他们就必怎么样 仍旧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于我们的 这些新约的经文跟保罗一起 告诉我们 坚忍是一个证据 一个凭证 是真信徒的一个凭证 真信徒或许会跌倒 但是他不会失丧 真信徒可能会像多玛那样子怀疑 我若看不到主附我 我就不伸手去摸他的 伤的不相信 真信徒甚至有可能会像彼得那样子 不认识 但是真信徒最终还是会跟多玛 一起的说阿们 也会跟彼得一起的流眼泪 因为他们虽然会跌倒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悔改 还是会回到神的身边 坚忍到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 在五到十节 其实这里讲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第一 在这里的上下文 保罗讲到神的国 你们可算是配得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而受苦 到底保罗这里所讲的神的国是什么意思 他指的是一种最终的国度 是一个圆满的国度 是神的同管 是神在清天心地的最后的胜利 这是保罗这里神的国 这三个字的意思 第二个主题 第二个重点是信徒的坚忍 不仅仅是一种没有目的的耐力 就是反正有苦来我就忍 有苦来我就忍 这个就是坚忍 不是这样子的 坚忍是什么 是明确的朝向最后的荣耀王国 而有了一种坚定的忍耐 换句话说 坚忍是有方向的 坚忍是有目标的 不是一种随地而安 有什么我都忍受 那个不叫坚忍 坚忍是我因着 我有一个方向走 我就可以忍受 那些拦住我的 一切的主力跟试探 我都朝着荣耀的王国去走 那个叫做坚忍 基督徒 我们不是一种受虐狂 有人相信受苦 在本质上是好的 但是这样的想法是愚昧的 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受苦 这些信徒做好准备去受苦 做好准备去忍耐 那是因为他们将目光放在一个非常美好的目标上面 那个目标就是这里所说的 保罗所说的神的国 新天新地 而且不仅是新天新地本身 而是新天新地的开始 它的开始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我们来看 新天新地的开始 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一 新天新地的开始 意味着对信徒而言 会有一个vindication 会有一个辩护 第六节 神既是公义的 就将患难报应 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 早一段时间 可能上个世纪 在教会的圈子里面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是对于末世论有很激烈的争论 甚至我们大家都会有一种自己坚守的立场 有人是千禧年前派 有人是后千 有人是无千 我们都有自己的立场 但是来到今天 已经很少看到有人 会为这样的事情而争辩 与此同时 人们对末世论 也失去了该有的兴趣和重视 什么意思 我们逐渐失去 对主再来的一种期望 而对主再来的期望 是在保罗的祷告里面 他的思想框架里面 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我们经常觉得 这个不是基础的 这个是高级的 信主一段时间才去讨论的 末世论的问题 是很深奥的 但是保罗并不是这样子 保罗说这是信耶稣的人 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思想框架里面很基本 很基础的一个要素 尽管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放弃 关于末世论的神学概念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东西好像对我们 失去了他们该有的力量 什么意思 对耶稣基督的在灵 对宇宙终局人的一种期待 对异人和恶人 他们会有分开 会有审判 会有辩护这样的一种信念 很多时候在我们信徒身上 只不过是一些教义 只是一些神学的教义 好像并不是一种现实 不是一种属灵的现实 好像没有能力在此刻 就能够让我们生命发生改变 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 而这样的结果是 我们因为对新天新地 对天上的事情 没有什么兴趣 我们就不会积累财宝在天上 我们是将我们今生的生命和时间 都奉献在一些短暂的事情上面 好像地上的 下个礼拜吃什么 下个月去哪里玩 下一年我要赚多少钱 好像地上的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 都充满了我们的心 都变成了我们的动力 我们的目标 而不是天上的一些事情 所以新天新地的开始 首先第一点意味着 对信徒而言 我们会有一个辩护 但是不仅而已 不仅是如此 第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 新天新地意味着 对其他的罪人来说 会有一个报应 同样是六到十千这段经文 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 报应那些皆患难给你们的人 有报应的 要报应那些神 不认识神 那些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的沉沦 离开主人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我不知道你听到报应的时候 你心中会有什么的想法 是感到这样的观念很 你觉得很反感 你觉得很冒犯 你觉得很旧 是旧约的东西 是旧约那些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一些过失的东西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很多人他对于报应 他有错误的看法 他认为基督教的福音 都是在讲爱 都是在讲宽恕 而不是关于报应的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 他会将宽恕 作为一个命令 而放在那些受冤屈的人身上 可能有人他受了家暴 其他人会错误的去安慰他 你必须要宽恕 你必须要爱 这样的想法 不仅没有安慰那些受委屈的人 甚至在他们受委屈之外 还额外承受了一些失败感和内疚感 这一种的所谓的宽恕 他好像是爱那些失害者 但他没有去没有爱那些受害者 公义跟爱 我们将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他们好像是风流马不相及的两样东西 但其实公义就是一种爱 公义是对受害者的爱 是对受冤屈的人的爱 神亲自向我们启示 他说我们受冤屈的时候 生冤在他,他必报应 他对恶人的报应 就是对生冤屈人的爱 公义跟爱并不是相反的 宽恕跟报应也不是相反的 我想一想,我们想一想 什么是宽恕 神为什么会宽恕我们 神对罪人的宽恕 其实正好就是建立在报应的基础之上 宽恕是以报应为前提的 只要有罪恶,就一定有报应 区别在哪里,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报应到底是报应在当事人身上 还是报应在耶稣基督身上 肯定会有报应,区别是报应在哪里 哪个对象身上 如果报应在当事人身上 那就是他们所配的报应 如果是报应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那就是他们不配得的恩典以及宽恕 神的宽恕从来都不是忽略罪 神的宽恕从来都不是不追究罪 圣经告诉我们 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 他必定会追究罪 如果他不追究罪 那么他就是对那些受冤屈的人 漠不关心 爱离不开公义 不讲公义的爱 不是真正的爱 神不只是具有公义 也不只是具有慈爱 神同时是公义的 也是慈爱的 他圣经公义的要求 要求对罪人施行报应 但是他的慈爱 使他拆遣他的独生爱子 去代替罪人承受他们本身该受的报应 所以当基督教我们谈起宽恕赦免的时候 我们总不会离开十字架 一定要跟十字架连在一起说的 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很有名的十字架连的其中一句 关于赦免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我们都很熟悉这一节经文 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 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在干什么 他是在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那个时候说这句话的 他是正在为赦免而付出代价 他不是一个连接的恩典 我赦免你 我赦免你大家都无罪 不是的 我赦免你 但是我赦免你的方法是 我接受了本身你该接受的那个报应 宽恕不是脱离公义 宽恕之所以存在 恰恰是因为人应该配受报应 十字架的存在说明 神会对人报应 神也会对人宽恕 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 为你承受报应的那个牺牲的话 你会得到的是上帝对人的宽恕 所以如果神是神 如果他是公义的 那就必定会有报应 不然的话这个道德的次序都会崩溃 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配的报应 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受难所换来的那种宽恕 那么我们就只好自己来承受那个报应 你会看到有一些人 他心事非常的刚硬 到了一个地步 他们会喜欢夸口自己的独立自主 他们甚至会耻笑那些欢喜快乐的 接受上帝赦免的人 也就是基督徒 他们有可能会尽力的去伤害基督徒 这就是天撒罗尼加教会正在面对的状况 他们受到了别人的攻击 因为他们所珍惜的事情 那些天上的事情 正受到别人的一种敌对 但是这样做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是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 报应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 这是将来世界终局的时候 会有的一种报应 这是新天新地的开始 意味的一些事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潜谈一下 什么是地狱 可以潜谈一下 之前我们在启示录也经常有谈到这个事情 地狱是怎样的 有些人对地狱的想象是这样子的 你看看这是不是也是你的想象 有些人想象地狱是有一群罪人在那里大声的呼求 神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神只能够很冷酷的回答他们说 对不起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现在悔改已经太迟了 这是不是你心中对地狱的一种想法 这样的想法 服不服圣经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有偏差的 因为这种想法 误以为在地狱里面的人 还会有悔改之心 神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像他们还会悔改 但其实他们已经不会悔改了 根据启示录给我们的启示 善恶将会彻底的分割 不信神的 他们会固执邪恶 他们会坚守他们的自我中心 而神的审判也是同样的坚定 在地狱里面的人像谁 你熟悉出埃及记 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像旧约的法老 他们是恶意的拒绝承认神是神 或者他们又像启示录那些 跟谁受的人 那些人当他们受到审判 受到灾祸的时候 不会回转过来相信神 反而会口里面发出了 亵渎的话语 所以他们不会悔改的 他们不会求神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的 这是我们错过的想象 在地狱的人不会承认神的公义 不会承认自己需要悔改 不会放弃那些自我中心的态度 不会接受他们因为反叛神而有罪 更不会渴望神的赦免 也不会渴望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们不会因为神的刑罚而悔改 反而在刑罚当中更加的心刚硬 更加的不愿意悔改 这就是那样的一个状况 他们要反对神远离神 而神就让他们如自己选愿所愿 所以这就是他们得到的报应 他们想要的神就给他们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我们知道世界的终局之后 看着将来 现在将目光稍微的拉回现在 在现在这个堵落的世界里面 这些人可能会显得很强大 好像他们做的是很正确 很明智的决定 但是基督徒明白神所启示的 明白福音所宣称的那种最后的辩护 将会在世界结束的时候 会来到 散热将会分开 有人得到辩护 有人得到报应 这个是将来的终局 这是我们所坚信的 这是保罗祷告的时候 放在自己思想里面的框架 等一个基本要素 所以这就是保罗所理解的 是他祷告的时候心中所想的 他所求的 他所感谢的 都是定位在世界的终局 他是看着将来 看在那里 神的子民会得到辩护 而那些不认识神 不愿意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都会得到报应 保罗的强调 跟我们所注重的东西 你看到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在我们这个实用主义 物质主义的社会里面 我们都寻求此刻的舒适 此刻的满足 今生被人们尊重 好像这世界的人 是很难去跟随一个被藐视的 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那个弥赛亚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跟随 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跟非信徒有不同价值观 那是因为我们将目光放在这个世代的终结 如果我们不是定睛在新天新地 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多的价值观 很多的决定都会是短暂的 都会是不值得的 在本质上 我们就是一种治理不悔的那样的一个人 如果基督徒不是朝向那将来的世代 圣经所说的这些属灵的生命 能够持续的存活吗? 如果我们不是朝向那将要来的世代 我们能不能够正确的祷告? 回到上面这段经文 看看十一节 保罗说 因此 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因此的词就是一种 因为洞察到信徒身上的恩典的气号 而产生的感恩 保罗为他们祷告 保罗相信并且期待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神的子民会得到完美的辩护 这就是保罗 我为了什么事情而感恩 而我们或者你自己 你是比较常为了什么事情而感恩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现在只是略略的集体 当然 我不是否定 有一些物件上的需要 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 有些兄弟兄姊妹失去工作了 我们要为他祷告 有些兄姊妹 住的地方有问题 我们要为他的房子祷告 这些都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有多长 为恩典的记号 要去感恩 去赞美神 保罗对耶稣基督再领了期望 如何塑造他的价值观跟祷告 当你将目光放在天上的时候 当你的财宝箱所装的东西 是天上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祷告会有什么不同 你有没有想到 新约里面的哪一些教导 鼓励我们在行为上 在祷告上彰显出永恒的价值 刚刚我们列举了一些经文 但是你可以继续的去找 看看新约里面有没有其他的教导 好 后面的最后半个小时呢 我们想要做一些祷告上的操练 但是在做这个操练之前呢 我想先问问大家 对于今天这一刻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没有什么感想 都可以随便的发表一下 其实保罗是针对铁加努尼加 那个时候的教会 他们的那些教会里面的人很懒散 因为他们就是传说 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 所以他们就 就比较懒散 因为以为 以为主耶稣要来了 所以他们就 不去积极的做工 是不是有这样的背景 是不是有这样的背景 一些信徒 一些信徒 他们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就对他们恩典的记号 好像视而不见 就觉得他们没有任何值得感恩的部分 保罗还是可以找到很多 配得感恩的部分 而且一些都是因为他们的灵命 还是在某程度上有增长 甚至在众教会里面都是被传开 所以他们在其他教会都会被他们夸口 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在里面 或者我们很快的看看一些重点 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保罗被帖撒罗内侧教会的祷告 一章三到十二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祷告的框架 祷告的内容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对恩典记号表示感恩 第二个特性是他有信心的展望将来的变怒 这都是保罗的祷告的思想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罗具体是为哪些恩典的记号感恩呢 信徒的信心格外增长为他们而感恩 信徒的爱心增长而感恩 信徒在患难中的坚引而感恩 我们又该为什么而感恩呢 就看看其他经文怎么说 其他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求天上的事情 有属灵价值的 有永能价值的事情 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我们的框架 我们的价值观 会影响我们的祷告 那我们要学习的是 跟保罗建立同样的思想框架 就是你会非常看重恩典的记号 这样一个思想框架 第二个特性是 他是有信心的展望将来的辩护 他们的坚忍是他们可以得到 天国的一个凭证 也是刚刚所说的恩典的记号 这里提到两个主题 神的国 是信天心地 的最后的胜利 这种坚忍 不是一种没有目的的耐力 而是明确的朝向 信天心地 信天心地在保罗的思想里面 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对信徒而言 有一个辩护 第二对罪人来说 有一个报应 有一个辩护这种的思想 其实我们今天是很少去想 我们缺少对信天心地的一种期望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是不常将财宝聚在天上 对罪人来说有一个报应 不要误以为圣经不讲报应 圣经的宽恕是以报应为前提的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去对福音 有更深的认识 为什么我得救 不是神简简单单地说 我赦免你 所以我得救 乃是因为有一个人 有一个神 取了人性来到世上 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才得救 是祂承受了我的报应 然后最后的那个终局 是不信的人 跟信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信的人会有一个辩护 但是不信的人得到的是一种地域 在里面他们不会悔改 也不打算悔改 我们要看看这个对思想的 对世界终局的思想 可以怎么影响我们今天的祷告 那就是可能你今天在地上 所遇到的一些患难迫害的时候 你不会急于我马上得到贫乏 我马上得到辩护 你可以多一些忍耐 你可以多一些爱心 你甚至可以爱那些迫害你的人 因为你想他们不要得到报应 你也想他们得到宽恕 这些思想世界的终局 你慢慢的去想 你会发现它会影响你此时此刻的祷告 另外你发现这个世上是短暂的 将来是永恒的 因此你的目光 也不会那么在意那些短暂的事情上面 那就是这一刻 基本上我本来是 本来有想过不完全跟卡森博士的内容 但是他实在是太精彩太完美了 我几乎就跟他的 林百书可能看的也是跟我所讲的内容是差不多 这是卡森博士在这一章里面的主要讲的事情 好 那大家这样子复习了一遍 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呢 我刚才看到那里有个type 杨林说什么 刚才那里有一个字可能打多了 在那个忍耐那里 不仅写的是不仅是 应该不是 是是是 应该有蛮多type的 跟我搞的意思相反 哪里我看看 忍耐忍耐的地方 忍耐人都第二点 忍耐的第二点 忍耐人都第二点 不是又没有目的 忍耐天忍 不仅是 不是应该是那个景色 我不是太了解 什么是世界来影响祷告 因为从对诗节看起来 神要富仅天空 Development 两种说法都对吧 是信徒的祷告影响事件 但是我想是用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的 关于将来终局的一些事情 就是天上的事情 来影响你今天如何去祷告 影响你下时光 这两种说法应该是不同的意思吧 对 我也是觉得 因为好像是我们都说 祷告可以来改变 那信徒的信心也是靠着祷告来改变 所以是不是 好像是 应该是 是不是好像感觉是说 经过圣徒的祷告 然后就见证上帝的荣耀 是不是这样是改变世界呢 还是这边 所以我不太明白这个世界的终局 来影响今天的祷告的解释 你说的是祷告影响世界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祷告会不会影响世界的终局 不会 世界的终局 在圣经哪里已经讲了 在启示录 启示录 所以其实我要表达的是 当你学习完启示录之后 你在学习启示录之前的祷告 跟你在学习启示录之后的祷告 应该是不同的 那我了解你的意思 我了解这个意思 因为保罗当他祷告的时候 他是将这个终局里面的两件事情 作为预设前提 在想 他是带着对着一些新生新地的想法 他去为信徒感恩 他去为信徒祷告的 我了解 是 这里其实我要讲的 就是一开始讲的 那个祷告的框架 那个思想框架 我可以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就是感觉卡森在这边讲的是 比较我们要用一个永恒的眼光 来看现在我们祷告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即便我们还是为了三餐谢恩 我们还是想要有生病的人复原 但是这一切都还要拉到一个永恒的价值里面的时候 因为如果我们是看的是永恒的时候 好像当然我们希望他得 比如说医病他得医好 但是如果我们拉到永恒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 即便他没有被医好 他会在神的那边享受完美的 与基督同在 然后我们现在为了三餐谢恩 就不只是说谢谢有这一餐而已 反正是谢谢有这一餐时的 我可以在神的国当中做一些事情 然后建立一些永恒的价值 我看完这一张 但我是觉得就是不论我们祷告什么 好像就是要一定要把这个永恒的眼光拉进来 来影响我们现在 不只是很暴光比较短的一些祷告 就是这个成就的事情不是只在地上成就 而是就是所有的价值要回到 可以存在天上奖赏或是采访 是谢谢周董的解释 非常好 这个祷告的框架跟耶稣基督教 耶稣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 耶稣基督主祷文的祷告里面 有一些关于基本的虚极的祷告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是放在下半部分的 在第一部分里面 有几个是关于江户 中局的那个眼光 就是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民被尊为圣 当世界的终结的时候 神人民万国万邦都会尊他的民为圣 这个都是在讲的一个祷告 所以我认为耶稣基督的主祷文 跟这里跟保罗的思想是一样的 这样的 是 是 都讲到神的国的事情 都讲到神的国的事情 就不光是为他生命一好 然后也好 然后有一个永恒的眼 即使是没有 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 永远同在 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有带来安慰 然后我想到的是 好像还有更大的 因为这讲到信心 讲到爱心 讲到坚忍 然后我就想到说 对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 其实没有在受到那种 像这个 对逼迫 这种physical的逼迫 那受到很多试探倒是真的 那但是如果说像经历 像经历生病也好 失业也好 然后被 或是被 被很不公平的对待 这种的话 那如果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是 为他们祷告说 他们在那种困难的环境当中 即使在生病当中 然后受折磨的时候 或其他的痛苦 受折磨的时候 各样各样的生活的痛苦里面 如果他们展现的是 不焦虑 不忧虑 然后是信心 然后是自己受苦的时候 自己缺乏的时候 还展现了爱心去服事别人 然后展现了这个忍耐 忍耐身体的精神上的各方面的折磨 那种忍耐的坚忍 是不是也 当我们去为他们这样祷告 而且是跟他们同行 然后也去有这样的见证的时候 我们也多去分享这样的见证 然后就像保罗所做的 在各个教会分享 在众人的面前去分享这样的见证的时候 就好像 就是好像也是带来 是不是这样子 也是鼓励到别人的信心 爱心跟坚忍 是 非常好 当理由呢 首先讲一讲什么 我再多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将目光放在将来的终局 天上的事情或者将来的终局 那个Tim Keller 当他 提摩泰凯勒牧师 当他在写福音的时候 他讲了福音的三种的 功用或者三种的力量 第一种就是 upside down 第二种是 inside out 第三种是forward back 你可能暂时不需要理他什么意思 只是在讲forward back那个事情 forward back就是 福音让我们将目光看到 look forward 看到将来的事情 然后再回到 我们现在的 那个所面对的事情上面 会产生 切实观上的 一个不懂的看法 马丁路德也说过 有这样类似的事情 他说 在我的日历里面 只有两天 哪两天 今天跟那天 只有两天 今天跟那天 为了那一天 我好好的活好今天 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他们都是将目光 放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新人新进的那种东西 所以你可以说他今天 都是在为那一天做准备 童女都是在警醒 不要打瞌睡 都是在等着 新郎什么时候回来 都是在为那个日子 在做准备 当你有了这样子 forward back 属灵的目光 天上的目光的时候 你再去看 生病的事情 你的祷告 会不一样 你甚至会敢 说出一些 你平时都不敢说的祷告 什么意思 那个J.C.Wild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不知道大家 打瞌睡的时候 敢不敢说这句话 他说 生病固然不好 但是如果生病 能够让那个人 更加的靠近主 那就生病是好的 他这样说 我们大概没有人敢说 祷告的时候说 主啊感谢你让他生病 大概没有人敢这样说 但是当你有了 属灵的目光 属天的目光 你看到这个人在生病当中 他更加的有爱心 有坚忍 更加的有信心的时候 你会感谢神 因为你感谢神 让他有这样的经历 这不是 这不是 出于你的恶 那是出于你的善 因为你让他 有恩典的记号 在他的心中 生命中发出来 你的祷告会完全不同 你看到的 你看中的东西 也会完全不同 你不是最看 当然他身体的康复 我们非常的看重 但是你更看重 但是你更看重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没有 预言的敬拜神 预言将目光 放在 耶稣基督的 带领身上 那 你的整个祷告的框架 整个思想的框架 价值的框架 都会不同 牧师刚刚讲 那个 让我想到 那个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他快要死的时候 他的家人女儿 在帮他祷告 他说 千万不要替我祷告 我要赶快去见我的主 这个也是 有那个永恒的观念 影响到他对祷告 内容的 的改变 是 所以 因者有永恒的观念 基督徒看 看生死 跟一般人看生死 是不同的 我们是已经 出死入生的 我们已经 不怕 这个肉体的死亡 非常好 而且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想讨论的地方 对 我觉得很好 因为就讲到这个 祷告背后的价值观 这个框架 然后我就觉得说 就是真的是 我们基督徒彼此同行的时候 常常去 就是说 常常的去 去分享 常常的去 去 去讲出来 或祷告出来 这样的价值观 真的是很重要的 因为 因为如果说 要我自己 有这样的价值观 我要等 就是说 好像要一段 就是在我成长过程 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假如说是个人的 那个基督的话 然后要等到 就是说 好像要读到很多圣经了 然后再 听了很多的讲道 然后 成长 然后需要 需要 需要蛮多的时间 但是如果说 我周围的人 会常常的 就是表现出 谈论出 讨论出 分享出来 祷告出来 这样的价值观的话 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会对 对基督徒的群体 会很有帮助 是 最后补充一点 我希望 大家不要因为 我们在学保罗的祷告 而让你的祷告 有一种 挫败感 你会觉得说 我 我达不到保罗 我没有保罗这样的思想的框架 我还没有这种价值观 是不是我就 不应该祷告了 我祷告错了 怎么办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思想 因为 你已经是神 宝贝的儿女 你已经可以坦然无惧的 随时来到神面前 向他祷告 就算你的祷告不完全 圣灵 也会 为你祷告 也会让你的祷告变得完全 我们不是 先学对了怎么祷告 再去祷告 我们是在祷告当中 慢慢的学会 怎么越来越好的祷告 所以不要因此而不敢去祷告 不敢去practice 反而我们应该更大胆的去practice 而在当中慢慢的想 我哪里可以有一点点的价值观的改变 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去对待祷告 好 那接下来我们 及时的操练 不要 事后大家应该还要继续的操练 但是为了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我们马上就及时的操练 像平时礼拜六的祷告那样子 我们就大家有感动 就开始祷告 但是时间的关系 我不会将这三个的问题分开 我会三个都说出来 你去想 然后你对哪个问题 哪个方面有感动 你就去祷告 第一点 你为自己时常将很多的心思 放在世上短暂的事情而认罪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礼拜天的祷告 有没有真的留意 那个祷文是在说什么 那个祷文其实很多时候在讲的就是 我们将事情放在世上的偶像 我们将很多时间生命都给他们牵着鼻子走 都去敬拜他们 而没有敬拜神 那些祷文教导我们非常的好 就是我们该为这些事情认罪 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小事情 这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 你将心思放在上面 过多的心思在那里 那我们可以为这个事情认罪 第二个祷告的内容 回想一下 神在过去一年当中 透过疫情 如何来炼净教会和会友 我打错字 如何来炼净教会和所有的会友 这是我们长老们 牧师们 我们这两天 我们都有在开会的时候 反思的一个问题 神透过这个疫情 你觉得这一年过去了 对教会有什么炼净 对你的生命有什么炼净 想一想之后 你为自己或者其他弟兄姊妹 他们身上有恩典的记号 什么意思 你看到疫情过后 他们更加追求了 他们更加有信心了 他们更加有忍耐了 任何恩典的记号 你看到 为这个恩典的记号而感恩 学习保罗这样子 第三 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报应 为我们换取了神的宽恕 将来在天上会有辩护 就是受冤屈的人得到深冤 受患难的人得到平安 为这些事情 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为我们将来在天上会得到的 新天新地 我们来感恩 所以主要是这三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大家有感动的 想要用哪一件事情来认罪也好 感恩也好 我们就开头 到差不多时间了 那我就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来结束今晚的聚会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大家可以把麦克风打开 不然我们听不到 主耶稣还是要感谢你 借着这个学习 又帮助我们就是再一次的 在你的面前 我们来思想到永恒 也是想到你为我们承担的患难 使我们得到平安 为我们赚到在永恒里面的奖赏 也帮助了我们今天 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不再影响我们祷告 也影响我们的生活 影响我们的目光 我们感谢主 那个也是感谢主 你给我们教会 当我们在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注视这个永恒的时候 一起来思想永恒 一起来生活的时候 你的爱 你的帮助就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特别是感谢主 这个祷告的学习 来帮助我们在祷告 祷告上面来成长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 孩子想要 想要向你来 恳求你的悔改 因为当我们经历了这样的疫情 我们有多少的时候 是祷告这疫情赶快过去 有多少时候是希望 疫苗赶快出来 让我们的生活 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而我们忘记了 祝你让这一切发生 是一个原因 你乃是要让我们更深的看到 你对这个世界的心意 你对教会的心意 不只是让我们健康的 在这个世上过生活 你所在意的基督之所以 来到世上 丁死在十字架上 乃是为了我们能够 在永恒当中 重新与你建立关系 但有多少时候 我们却更多的想要 得到疫苗 我们多少时候只是想要 这个世界回复正常 而没有更多的想要祷告 我们与你的关系 能够透过这样的疫情 透过这样的苦难 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到 主祢的心 主啊就求祢怜悯我们 并且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不论有没有疫情 我们都应该 要好好审视 看待我们的生命 看我们是否因着 祢的恩典来到我们身上 我们渴望有活出更多 属于祢恩典的记号 不论是我们个人的圣洁 可能是我们为他人的祷告 我们是否都想要 将我们的心 将他人 带到这位永恒的主面前 祢帮助我们 也怜悯我们的软弱 我们感谢祢是这样子 满有慈悲怜悯的神 祢帮助我们 主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 今天的学习再次提醒我们 让我们多思想天上的事 多思念上面的事 而不是思想日光底下的事 主让我们的眼目 可以重新回到 祢给我们的应许跟盼望 将来在永恒里面 祢赐给我们的基业 主我们感谢祢 给我们在这一生 旷野的旅程当中 来磨练我们的信心 来看到我们的软弱 需要依靠祢 也帮助我们 更加的 紧紧跟随祢 谢谢祢赐给我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可以彼此提醒 彼此扶持 一起成长 主我们感谢祢 在疫情当中 看到许多的弟兄跟姐妹 他们更加的 追求 认识祢 更加的花时间 来亲近主 主我们真是为他们 信心的成长 彼此相爱的心 向祢尽然感恩 主当我们在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感谢祢 因为祢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体会到祢 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发动 让我们可以操练 我们的信心 操练我们的 忍耐 因为我们在主的手里 是最平稳 最稳妥 我们感谢主 谢谢大家 今天天父我们孩子献上感恩 在这从去年三月到年底 这个病毒的期间 感谢主 让我心里没有很大的 一个惧怕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 我们只要把一切交托在神你的手中 你来掌管 在这个期间 也正好是我先生胜脏不好的时候 我也有一个很平静的心 因为我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 所以在祷告的时候 我也是在学习 是照神的旨意 我们只有尽我们的力量去做 也在这个期间 也看到姐妹们对我的关心 使我能够在没有办法 五月份没有办法跟教会联系的时候 小云来帮我把iPad接上了 所以在去年的整个十一个月中间 我真的很感恩的 因为我没有离开神的面 我是经常的也在为我们的这些宣教师 因为我思想到他们在这个时候的困难 也思想到我们教会长老 执事牧师他们的辛苦 所以我很感恩 也很也继续求神 让我们让我看到学习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是要学习这个祷告 要把自己放下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 我们就是不要再 不要再让血气来多爱世界上的事情 多思想在天上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是能活着更喜乐一点 谢谢主 主当我们去看保罗的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实在是看到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规定每时每刻都将你放在最高的位置 我们很容易将目光放在 世上的成功 金钱 安康 成就 各样的事情上面 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吸引 所引诱 就去敬拜别的东西 主我们在此 向你更最悔改 我们感谢你因为 凡是愿意悔改的人 你都会宽恕我们 那是因为你将你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的爱子为我们承受了 本来是我们所配得的那些的报应 确定我们换取了宽恕 以及你对我们的恩典 主要是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去的疫情当中 都让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信心的试炼 这些的事情都将我们内心的软弱和罪都彰显出来 它同时也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你 我们看到有很多恩典的记号在地中准备的身上 有人在当中有很大的平安 有人在当中彰显出我们彼此相爱的爱心 有人在当中有坚忍 有盼望 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一个凭据 我们感谢你 我们甚至要向其他的弟兄姊妹 现在在其他的教会里面 有机会我们甚至要为这些事情夸口 不是指责自己夸口 乃是指责神你自己夸口 主我们也感谢你将今天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引导到这个学习班里面 他们的到来 每一个的在场 都是一个恩典的记号 因为是你的话语吸引他们 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 让他们想要追求更多 可恶更多 主我们也知道 在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还在摸索信仰的朋友 或者弟兄姊妹 他们也有参加 主你是 是恩典的神 你说 你允许我们 祈求的 就必得着 寻找的 就必寻找 敲门的 你就给他们敲门 你自己的灵 吸引他们 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也愿意 你借着福音 让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 让他们更加的可慕 更加的认心 这些 所有的东西 都是恩典的记号 都是神工作的一个印记 我们为此 欢喜快乐 因为有什么东西 比起神 自己在我们身上动工 更加有能力 更加有价值 因此每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 将一切的感恩荣耀 都归于我们的主 我们向来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